新聞一開始來關心 中華觀星界在合市的議題 差到立普普 是不是會定案 還需要中央作最後的決定 但是有關於中華市未來發展的 中華高流島附近在中區的界尾 三十在在館長王妃美酒喝一湊 就已經自己在進行 已經在明年年半年 將政策對外公開電燃 變成基盤水面灰 要讓更是說露燕山 按這個合米中華一直到收水和火鍋 總共一千九百多公圈的土地 全分地就運用 以中華高流島附中心點 王八到合米 王南到收水和火鍋 更是公路兩邊超過一千九百公圈的面積 就是中華高流島的電池 過去沒有改變 所以包括起主電業體建成 都沒有辦法進行 一直到關於王妃美酒營地後 開始進行有了五體通販檢討價位 每年中半年 對公開來電燃價位內容 當時基盤索編會帶收集民眾的意見 人口發展已經達到 超過都市計劃的一個人口 那他的目前商業的需求或產業需求也是不夠 所以目前他都是往外擴張 往外擴張你會發現到 他其實都找農業區去回歸食用 那加上目前剛才講過的一個 現在因為整個產業發展的一個狀況 所以交流大特定區 他已經不是 已經不再像以前說需要這樣子 一直在管制下去 應該是慢慢的去開放部分 部分銀河地方發展的一個需要 為了加蘇交流島在電池的開發 目前管建府也已經負到民間來 來主辦小規模的土地中央 只要土地需要款人動役 關府的來方款企業 提升地主主辦的議員加蘇 地圈發展 農業區你只要三公頃五公頃以上 你就可以辦你變更都市計劃 那一些只要你為登記工廠 你只要剛才我講的四塊區域裡面 我們在都市計劃圖上面 會有把那個區位標示出來 你只要在四塊區域裡面 然後只要符合兩公頃以上面積的 一個規定 你也可以來申請變更都市計劃 為工業區 這是目前的一個執行狀況 管府感謝儲雄條 中華交流島的電池價位 對中華管未來發展相當重要 不僅在交流島附近 多少推出很多建案 都是依照相關的法令 在地圖上開發 從分發起土地公領 帶動電池發展